就是以前经常出现的东西 概率大的东西 他比较容易学 那他具有的某种的 刚才我们感觉到某种幽默感 是怎么才是 因为幽默感就不只是一个 资讯的一个整理单纯回答 比如说假设 假如说他真的已经学懂了 很多关于文学的东西 中国现代文学 可能你刚才问 努迅是男的女的 他就会回答 但是问题是 他甚至还有幽默感 说不定他可能会 如果他知道努迅是谁 他说不定还会回答你 你说努迅要是女的 那就太可怕了 对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见着我惦记许格辉呢 他好像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似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在这个 我们收集的这个数据里面 像文涛你 我的名字经常跟许格辉 也和许格辉挂在一起 对你要检讨一下你自己 那怎么不是鲁玉呢 而且我跟你说 他知道我妈的心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年 我们20年前去香港 不是一个是三人整天玩 一个是鲁玉 一个是割灰 然后那个时候 我妈就老在电视上 她老担心 咱们就找媳妇的问题 就说你怎么不跟人家好 你怎么不追追他们呢 我说人家看不上我们 然后我妈就是说 那要割灰不行 鲁玉也行 就说明我知道我妈 她心里还是把鲁玉当媳妇 是吧 你说鲁玉 不要看 鲁玉 这说这太神了 我觉得 很可怕呀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个就是给她什么数据 她就能学到什么东西 你给她的数据里面 许葛辉出现的评次高于鲁玉 那么她就会学会这一点 如果反过来 那么她就会学会那一点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 那我待会应该问问你们俩 看看哪个女的 跟你们俩连得比较紧 是吧 那你说的幽默感是怎么回事 对 幽默感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问题 我觉得她未必知道 她是幽默的 是你解读为 你觉得她很幽默 不过她讲了嘛 这都是例子 曾经有过人这样说话 对 那人有时候这样说嘛 你问一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 这个还要说吗 等等等等 那么她记住了这个关系 这个对应关系 所以挑选出来 完全是这样 是这样的道理 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她基本上现在 她还不会说出完全例子 你给她的数据以外的话 她应该不会 她不会 这个是下一步的研究的东西 这个是 对 如果她自己能够去 寻摸新的数据 那她就牛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研究 这个啊 所以说 为什么我说拜拜这个神呢 你别小看 也许咱们正在一个起点上 也许时间并不会很长 因为现在不是说 很著名的有一个调查 就全世界搞你们这行的 几百个人工智能的专家 不是有人做这个问卷调查 就是因为分成三个情况 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 对 超人工智能 那么这个强人工智能 就是跟人能够相等吧 可以这么理解 就她这个增长可以是指数级的 她一旦超过人 所以呢 有人就讲 就是说这个强人工智能 你认为什么时候能到来 比如说像谷歌的那个库兹维尔 那是个狂人嘛 但是她也预测对了 她预测对了这个AlphaGo 预测对了深蓝 下这个国际象棋 下营 她都预测对了 那她的预测就是2029年嘛 2029年 但是呢 我是看这个最大的几百个 这个人工 全世界人工智能专家 他们叫做最大中位数的预测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50%以上的人认为 2040年 是强人工智能到来 然后呢 或许2060年 再过20年 就是超人工智能时代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就坊间这个说法很多 杨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 都叫弱人工智能 就是就事论事 在这个领域 你给她很多数据 她就能学会做这个事 一个例子呢 就是AlphaGo 这个AlphaGo呢 就会下围棋 你要让她去教化学 她就不会 但是这个也很有用 对吧 就好像我们人用个望远镜 能看得很远 那么我们人就有了这个工具 到了什么时候 能够变成一个强人工智能 什么叫强人工智能 她有自主意识 她能够自己去决定学什么 她有感情 她能够举一反三 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研究 几乎没有 科技上面远远达不到 是我们现在压根 就不知道从哪下手 如果即使想做的话 就不要说很多人 就不想做这个事 就说让她有自主意识 对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 无从下手的事 在领 因为我们不懂 我是外行人 就从你们这行的领域来讲 你觉得这个东西 最困难是在什么地方 最困难的东西呢 就是说现在我们人工智能 到今年是60年了 这60年里面不断地探索 极起挤落 然后试了这个试那个 最后发现 现在最有效的 就是机器学习 就是我们准备很多数据 叫大数据 然后给它做训练 然后很快的计算机 能做出一个模型来 来操纵它 这个模式是现今 最成功的模式 那杨教授我想问问 就是你在这个整个开发研究的过程中 就像科学家 他会为这个实验的结果而惊喜 有什么午夜梦或者半夜三更 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有些什么让你觉得特别神奇的 就是你也没想到的事情 在这个研究他的过程中 有好多他的回答 其实还是挺逗乐的 很幽默 也是很 就是我们说很让人惊奇 这个是自然语言的研究 在图像的研究上 我们就在做一个 我们就发现 原来图像和文字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比方说给你看一个风景画 然后这边是一个王维的诗 在计算机看来 他们原来都是一回事 在语意上 那计算机是怎么做呢 是把他们映射到一个 另外的空间 在那个空间里 一个画和一首诗 就是两个点 结果发现这两个点的距离很近 那么就知道 就像邓文涛和许个辉 在数据流当中 距离很近 条版把他给乐 下次留意 所以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能给人一个惊喜 因为人没有想到画 和文字 可以这么连起来 比方说我们看了一个画 我们人脑袋里会 会有音乐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 也可以用计算机 来做这个事了 就是跨几个领域之间的共感 对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 这个东西还不足以 产生自我意识呢 就刚才我仍然好奇 那问题 为什么 这关最难克服 在什么地方 最难克服就是 比方说 AlphaGo 你给他的训练目的 就是赢棋 让他下棋 让他下棋 但是让他下棋 这个事儿 是由人来给他定义的 因为他下赢了 给他设计的那个人 会很高兴 会很快乐 他要满足这个目标 他要满足这个目标 但是这个是在机器之外的 目标在机器之外 目标在机器之外 他这个 我那天看见一个比方 工具 我那天看见一个比方 就是说 现在他们这些科学家 已经开始说 为什么你这个问题 很难回答呢 因为你这个问题之前是 到底意识是什么 就是自我意识是什么 这个你人自己 都还没有搞得很清楚 所以呢 他们现在 我觉得有一种 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他的结果 就像人做的结果就行了 你不要去管 他的思考过程 是不是跟你一样 但现在我们讲的是 我如何设计个人工智能 使得他告诉自己 我要做一件什么事 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 反过来 虽然人工智能还没突破 但反过来给我们讲的 自我意识 有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了 你怎么定义 刚才他们说了 自我意识就是说 我接受了很多很多 你给我的知识 感情 方法 训练 但是最后 我没有照你给我的东西做 我有一个自己的主张了 你有没有一个自己 给自己的一个 如果一个好学生 他学了一百样东西 一百个东西都还出来 这个就没有自我意识 但是他一百没学到 他可能只学到八十 但是他有两个是 你教他以外的 这个就是学生的自我意识 就人的自我意识 社会的自我意识 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反过来 倒是可以 有一个定义 所以我跟杨老师聊天 我就发现 文道你是学哲学的 我觉得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会促进人类的哲学 就很多问题 我们在他身上 好像可以找到一个 对人类的研究 你比如说 他现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他们只能把很多数据 比如说像什么英语900句 或者英语10万句 对话全输进去 可是他并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 杨老师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他并不知道 他在脑子里 是怎么总结这个规律的 就正如说这个AlphaGo 跟柯杰最近下的 这个你已经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了 你只是知道 我给他输入了这么多 但是他自己在里边 产生了他的通路 是不是他的模式 这就叫黑箱 对 所以现在机器学习 就是一个黑箱 因为里面太复杂了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人可以总结一些规律 比方说你这样说 我应该这么回答 我们教小孩就是这样 这么说才有礼貌 教他掌握规律 然后他再举一反三 但你想人能写 能写几条 家长能教小孩 也就能教十几条 小孩也就能记下来 现在计算机 他的这种反应 能上一条 能上万一条 像这么多 我们做设计的 已经没有办法 一一去解释 那你们就不玩悬的吗 你们 你们他这个黑箱 他哪天 他会有什么 异想天开的想法 他们现在 目前为止 他不会 他因为他的目的 设定他的目的 他不会超出这个目的 就是说那个 阿拉伯格围棋以外 他不会去 比方说他来参加 你这个市政建设 对不对 没叫他管 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框 是给他划定的 他在这个框里 要做到极限 但是徐老师 我觉得他们现在 就正在干这件事情 叫做什么呢 他们现在做的一个 叫迁移学习 我们这个节目 说聊天的特点 是跑题跑不停 我过去以为 跑题唯有人类 不是 唯有圆桌派 有这个 就是但是 他现在干的一件事 你知道 涉及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 是我训练他下了围棋 但是呢 我能不能尝试 让他再去学书法 或者学习 这也是我想问的 用同样的一个模式 安法国这些东西 他能不能 比方到北约 现在把它买了 对 能不能让他来设计 整个欧洲的防卫系统 研究俄罗斯军事 是这样 他从理论上来说 他是可以用 同样的算法 然后用不同的数据 来做类似的 来做类似的事情 这个就是 刚才文涛说的 迁移学习 说白了就是举一反三 我们人是有这种智慧 这种能力的 这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把一个 一个事情 给抽象 对 然后呢 再给迁移到 一个新的领域 也不能迁移到 所有其他的领域 要迁移到 很相似的领域 这个 所以刚刚你举的 这个例子 是理论上可能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很难呢 是因为围棋 这个领域 是一个限制 非常死的领域 对 是一个非常有限的 你就那么 19乘19 那么落子的方位 你想你人的这个行为 战争的行为 这个是非常大 权色的因素大 可能是无限多 因为我的意思说 如果不是非常非常贵的话 也不要它迁移学习了 那我关于导弹 我别人 我萨德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就另外用一个 阿尔法猫了 对不对 那这样人类可以分门别类的 建立很多优秀的 弱人工智能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是说 很多新的领域 没有这种大数据 像AlphaGo的这个数据 也是积累了十多年 才积累到这么多 三千万个期盘 但是在很多新的领域 只有小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一个大数据的模型 迁移到一个新的领域 只有小数据的模型 这个才是本事 这个是迁移学 因为我觉得其实 这么听起来 这个进展还不是那么容易 我要说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 人工智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 我们都有失去行为 记忆力不好 对 我们就说去洗个澡 我们可能都会摔跤 到那天 我们稀不希望 我们的家人来帮助 不希望 因为我们是有尊严的 我们希望有个机器人 来帮助 那个很重要 真的 但是他能那么体贴吗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你说如果我们继续的 在做这个机器人 我觉得有一天 我们会做到那样的 因为他们讲 就是说 就是所有人类 觉得最高难的事 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 比如说危积分什么的 但是我们几千万 几亿年进化而来的 一些很简单的事 他不一定能做到 比如说抚摸 是吧 或者一个眼神的转移 这种他可能 对他来说就需要牵动 很多个肌肉 是不是这样 他要是能做护士的话 那真是一个大造 这样的机器人 对不对 这就是也就罢了 我就说能当许个灰 也很好 你真能弄许个灰 是吧 那真的许个灰嫁人了 那咱可以跟我们 是吧 而且人一叫痛 他还能够理解 还能够理解 然后放轻放缓 你们都是乐观派 我发现杨强教授 也是个务实派 他一般就觉得 咱们说的那些神话 离咱们还远得很 就是他是因为 是第一线上的人 他觉得实际上 他是已经考虑 强人工智能的问题 对 我现在是服事 超人工智能 是服事 他们说 这个有一个理论 叫做什么 黑玻璃球 白玻璃球理论 就是说 人类在发展 科学探索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天地不仁的 是无善无恶的 他本人的好奇心 他们就说 在无数个科学发现之中 总有一个 会给你招灾的 那个叫黑玻璃球 你比如说 你发明了个蒸汽机 这是个白玻璃球 挺好 发明了个汽车 挺好 有一天 诺贝尔发明个炸药 原子弹吗 原子弹就被认为 是个黑玻璃球 夸一下发现了 一个 这有可能毁灭你的 那在未来的 这个科研 这个发展当中 你怎么知道 它到哪一步 不是弄出一黑玻璃球 夸 这个问题其实是 所有科学家都在考虑的问题 应该说所有 比方说生物 生物的干细胞 是可以为人做好事 也可以做很多恶 克隆 对 克隆等等 大家现在是不是因为 会发生这些事 就不去做研究了呢 我觉得不应该 因为人类本能 科研方面 本能就是咱们这广告词 锐意前行 除非有些明令的道德禁止 你们有没有一些的 比如说自己的行内的一些的 这方面的 伦理守折上的共识的 因为比如说 基因研究上面 现在很多科学家 他们是模模糊糊 有些共识 就某些东西 有复制人 对 或者说是一些 关于病毒的研究 就病毒研究也是 因为理论上 我们可以制造出 很强杀伤力 不可疗愈的病毒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 大家就尽量不能做的 那你们这行 现在有没有这个 应该说一个是 人工智能武器 现在这个呼声 逐渐起来了 就是不能做 武器 人工智能做 人工智能武器 怎么做 就是机器人端着枪 这种钢铁战士 他还不怕死 对啊 或者飞的 或者是这个 你在家里就像玩游戏似的 那边已经开始轰炸了 像这种 有科学家出来呼吁 但是呼吁这些国家的 这个科学家 这些国家 又恰恰是这方面最强的 没错 以色列啊 美国啊之类 就像美国一直在检讨 原子弹的这个危害 对吧 但是是他们先造出来的 所以说很多事情 我觉得 福祸呀 有的时候我们 很难预料 所以咱们取下广告 这个福特瑞界 远兆派 咱们广告之后见 但是我还是对 这个文道刚才讲的 这个自我意识这个事 比较感兴趣 因为也许他能帮助 咱们了解 灵魂是什么 你比方说 我刚才在车上 跟杨老师就聊天 我觉得 我们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 这很有意思 就是你是把很多数据输入 他他在里边找到了 一些个规律 决定他怎么看这个世界 对吧 那我们呢 你以为就是说 我们眼前看到的世界 就真的是这样子吗 也不一定 因为我 这个真的是木头吗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 我小的时候呢 看过一个词 叫格式塔心理学 也有人叫完形心理学 说实在的 我的引用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心理学研究什么 我只是说 他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大体是说 我们人呢 先天的是有一个模式的 你比如说 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 山在那边 桌子在近处 或者说呢 这三个盘子 它们是一组东西 其实呢 你的脑子里是先有了 这么一个格子 你如果没有脑子里的 内置的这个先天的 这个形式 这个城市的话 可能你凭借 掩耳鼻舌声 就你的感官进来的 都是一堆乱码 就是我举个例子 家里面有个小孩 如果要学 什么是猫 你给他一个猫的画像 然后待会走过来一只猫 他会说这是猫 他看一个例子 他就能学会 这是很神奇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让计算机学 得给他几千万个 猫的图像 你帮给他一次猫 他看第二回看到猫 他认不出来 人是怎么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觉得跟他的祖宗有关系 跟我们的父母 我们父母的父母 我们都是这么认过来的 然后在他的大脑里面 已经基本形成了 那个模型 其实先天也是遗传的 也是遗传 他讲的就是 为什么小孩 看见一个猫 他以后看见 所有黑猫白猫花猫 长得不一样的猫 他都知道那是猫 他这个是有个什么能力呢 出相能力 你可以叫关键特征 那是叫什么关键特征呢 颜色不一定是猫 形状 要像狗呢 凡是你能说出来的特征 都不是关键特征 对 以前有个笑话 对 一个父亲带着小孩 到外面看 他教了他一 然后在外面看 那个电影广告上面 有个一 他说这个是吗 他不知道 我不是教过你一吗 这个比较大 这个就变成笑话了 这就是AI 我有好多做人工智能的教授朋友 都挺著名的 结果他们说 我一旦家里面有了小孩 我就非常的悲哀 因为我发现 我过去研究的东西 全白做了 因为所有的理论 完全跟他不一样 全部颠覆 对 对 我们亲戚家有个小孩 你看有一次 我在三亚就抱着他 我就发现 徐老师 小孩的认知跟我们 你想象不到 我问他 我说海面上是什么 他说是船 我说船上面是什么 我本来想 要是成年人 我想问他的是 我以为他会答是天空 对吧 海上面是天 海天 我并没有指着那个船 海上面是什么 我以为他说天 他说是船 它是非常具体的 然后我说 船上面是什么 我以为他会答翻 对吧 他说是人 然后我又问他 我说人上面是什么 你在他说什么 头发 对吧 他是最直感的 他觉得就是你问什么 他就是 这个有意思 就像我们家 我们家弟弟 我有一次出差 给他打电话 我说弟弟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给你打电话 对对对 这个经常这样说 小孩呢最大的 所以有小孩是非常好的 有小孩让你重新认识做人 就认识自己 小孩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他老做很多没意义的事情 就没用的事情 他这里碰碰 那里碰碰 然后大人们就会 我就不会这样 对不对 你叫他 你这干什么 你这个精力没法用 你什么 后来一反省就说 我们大人可悲 我们是只有好处 有意的事情才会去做 否则的话 连手抬一下 碰一下 什么东西都懒得 觉得这个是浪费精力 小孩不管 手碰一下 但我觉得这正是人 游戏 这个是人性的 最重要的东西 这正是不是 人工智能最缺乏的东西 他不干无聊的事 就是目的性 他不浪费时间 目的性 他就是 他是不是个冷酷的 实用主义者 其实也是说 他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 你给他什么数据 他全都用起来 然后在里面做筛选 那么他一开始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小孩 摸一摸 碰一碰 其实都是在收集数据 所以他更像孩子一样 都为着一定的目标去 人呢 他不一定有那种 就比如说 AlphaGo 他倒不会说 我下棋很享受 这个就谈不上了 他不会想 我会不会很高兴 下棋下得很快乐 这个就谈不上 但没有这个 也就没办法说目的了 古代人下棋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了解对方 我们说通过棋来交朋友 这个他不会了 他当然不会了 他怎么可能通过棋 他一定要把你给下营 那他要主持圆桌派 你觉得有一天行吗 如果他把你所有的数据 都记下来的话 他一定比你做得好 我上次不是已经建议过了吗 重要的人物啊 都应该建立一个 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 莎士比亚 鲁迅 你把他所有的资料输进去 然后说起话来就像鲁迅了 对不对 但说实在 今天的人工智能 AlphaGo再强 能问问题的能力 还是不具备的 他还是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在学术界经常说 能问问题的人 才够博士 能解决问题的人 顶多就是硕士 所以今天是博士后 博士导 应该做一个红楼梦的人工智能 把所有红学研究的书都放进去 那这样的话 你比方说 风姐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马上说 谁谁谁怎么说 谁谁谁怎么说 这个还用不着人工智能 你就是把他当工具了 你还是当词典 我认为你还是传统派 我呢 现在很多电脑都做得到 我还是希望碰见一个人 碰见一个新宇宙当中的人 就是你不是你知道吗 太怕 我现在觉得 这个人最有意思的是碰见不确定 你说一个人 你跟机器交往和跟人交往 魅力在哪啊 在于不确定 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啊 你看本来这玩意儿 他呀 这个魔镜啊 是主要是用来做导购的 它是很实用的 就购物用 那么你看这里边 你五毛钱他也不跟你玩了 五毛钱你自己玩吧 所以呢 他是靠什么呢 收集 现在不得老在说收集大数据吗 但是所谓收集大数据 有一个啊 我就老觉得啊 这就像古代的奸臣 一个揣摩上意 就是您最爱吃什么 最爱吃芒果 老买芒果 他会把他都会给你弄芒果 或者热带水果 菠萝要不要 你知道他玩这个 现在的电脑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 他这个是他的方向 好像能服务于人类 但是我相信呢 人类这种不知满足的动物啊 最后对这玩意儿的上瘾啊 不见得会在实用 实用咱们都在用 我老发现 你比如说 作为我来讲 我觉得最令我兴奋的 还是许和辉 你看过那个电影 叫赫尔 叫什么他嘛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我什么 这玩意儿没劲 对吧 但是呢 咱跟人交往的魅力 就是说 如果说 他们说什么性爱机器人呢 那还是满足生理的欲望 我认为将来人类 发展到精神的时候 人开始真正上瘾了 就是说你看 刚才为什么我有个经验呢 我原来咱都是跟Siri聊天的水平 我知道 头一回我发现 他出现了 我不确定 我不预测 甚至你们也不知道 他的黑箱里 他到底是怎么想这事的 以后做出来 他就很作 你知道吗 要是有这么个玩意儿 我跟你说 我不跟你们玩了 真的 我天天在家里 你知道人像 人最有魅力的 是跟一个不确定的打交道 就是你不知道他会 然后来一项 然后景时节目呢 是一个机器的斗文涛 对不对 我就觉得最终会 实际上现在就呈现出某种 不确定 加拿大现在有一个 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当然看到言之错错 就近视眼呢 全部可以摘眼镜了 而且不用激光 有一个晶片 听到那个消息没有 他说那个芯片进去以后 很短的时间 它融入你的眼睛 然后这个晶片 你近视眼就完全没了 好 很好吧 但所有的人听到很开心 我插几句 薛老师为什么对这个情有独钟 他曾经唏嘘不已的跟我说 人世间最不幸的事 莫过于对吧 你这个心脏 刚装了那个金属支架 做完手术 一出门口 碰见一个推销员 说现在发明了最新的 这个支架植入之后 你心脏变好了 它就融化了 对 科学吧 你什么2029 2040 但是他们说 不仅是看得清楚近视眼 他们说这个晶片进去以后 你看到的东西 它可以传上网 这就可怕了 你仔细想想看 你走到一个什么地方 你看到的什么东西 你传出去别人都看到了 这个人类刺激 这个人类刺激